美国联准会讲习两码 激励美股四大指数 19号全面上扬 其中道琼工业指数 收盘上涨522点 达到42025点 标普500指数 报5713点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台股也跟着大涨 20号以22246点开出 上涨203点 最高来到22354点 突破季限的22337点 电子股成为这波涨势领头羊 台积电开盘更是冲到981元 大涨21元 降息来讲的话 对于科技股相对有利 因为科技股对于利率是比较敏感的 台股又是以科技股为主軸 台股开红盘 营建股却是一片绿油油 主因就是央行出重拳打房 祭出第七波信用管制措施 营建类股指数重挫7% 超过10家公司跌停 至于台股整体未来走势 专家则分析 下波市场关注的经济指数 要等到美国10月初公布 非农就业数据 这期间台股上扬几率高 这一波美国科技股指数 比如说像备办指数涨幅相对落后 是不是在整个FED降息 确定之后 资金的部分 重新又回到这些半导体金片股 如果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对于台股就相对有利 另外美国降息后 美元走弱台币走强 热钱涌入也有利台股表现 不过专家提醒 成家量也是关注重点 要能维持在4000亿以上 如果萎缩 行情可能要以中小型股表现为准 TVBS新闻程序益 蔡依杰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